民眾黨總召傅昆奇在國會擴權法三讀後 說要聯合民眾黨等在野政黨 推在野特徵組 對此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不認同 可以聽到柯文哲也回應 今天下午行政院長佐龍泰 道立法院拜會各黨團 當中就包括了民眾黨 但民眾黨認為接獲通知的時候是11點 太趕了立委都離開了 所以婉拒